今天我们来讲压花器的使用 第一步,松开魔术贴 认识一下材料 开始压花 绑带放在木板三分之一处 依次是吸水纸、海绵、衬纸 将新鲜的花材整理,不重叠平铺 盖上衬纸 重复,吸水板、海绵、衬纸 继续压下一层 空气潮湿的情况下 吸水纸先放在密封袋里 避免在摆花过程中吸收了水分 用平滑的板压住,避免脱水卷翘 然后继续摆下一层 盖上衬纸 木板 都摆好了再拿出吸水纸 隔层叠放 上面盖上木板 拉紧绑带 力度根据不同的花来分别操作 绑带粘好后 装入密封袋 封口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 薄花两到三天就可以收花了 我能再多看一眼 滚烫的心 痴热的眼 你的泪滴落的瞬间 滑过我的脸 还没开始觉得再见 谢谢你 喜欢 的人 给你 这个 Já